这儿就是我说的更为隐蔽的居住地区 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安全 我得宣布几条纪律 第一 任何人不得走上这个宅子 第二 如果有重大事情需要上街 必须得找到我的朋友 第三 你们现在的身份是日本人 所以不得和傅三爷 以及这个宅子里的所有人说话 言都必诗都记住我 那要是抓我们的特务 跑进了这个宅子 那刚好你又没 朱贵 之前你答应过我 在离开青岛以前 一切你都听我的安排 对 而且我还听说一直以来 你都想建立自己 有秘密的看人所属 那我先告诉你 一个把承诺看得重于生命的人 才能吸引别人团结到他周围来 我朱贵 算是个一诺千金的人吧 那得看你行的 老月 那苏冠贤怎么办呀 他还不知道我们来这儿呢 很快我也会把他接来 还有叶子和真手艺 你们放心 所有人都会跟你们会合到这儿来 我们一起离开青岛 这 这什么动静啊 这可是鬼呀 在找提死鬼呢 你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可千万别找错了门哪 去 朱贵 朱贵 刚才发出声音的那个女人 是傅三爷的第一个老婆 已经封了五年了 就关在那个储藏室里面 你们不用担心 行了 都收拾了东西 快睡吧 老婆 老婆 煮咖啡的时间到了 煮你个头啊 你的同学到现在都不回来 你还有心情喝咖啡啊 他们出去玩不叫我 我还没怪他们呢 我也不管他们 我算看出来了 你是他们当中啊 最自私的一个 不对啊 老婆 在美国 这叫不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这是中国 中国 你刚才给黑衣光画灶 跑了四个人 是的 先生 这是不能允许的过失 这笔章 要记在你的头上 先生 我是看着他们睡下的 再说了 他们睡之前 我反复检查了所有窗户的插销 而且都钉了钉子 可 你应该想到 什么都应该想到 别人生如果想把所有的能够带到 往人去 就不会掉下这个钢 现在苏冠贤 是引诱他上钩的耳 小哥 你别能听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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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了 就两下 你干嘛 就两下 你干嘛 就两下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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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下 好好的 笑一会儿 这也不是你们自己家伙来的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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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了 马卉轩 不要紧吗 没事 老伤 这打了半天都没打着 算我赢了吧 不错 功力先的啊 不是 是日本人的 喂 爹啊 怎么了 大人 你快回来吧 你家里来的那几个人 不是日本人呐 什么 跳马 跳马 好奇啊 就是他们 假太太 报告吧 他绝对不行 那姓月的要是共产党 咱们就完蛋了 咱这一报告 咱们完蛋的更快 什么 你上一次不是叫人 给咱们拍了一张合影吗 那就是证据 现在 姓月的甭管 他是岳父官 还是岳共党 他现在就是咱们的亲爷爷 就是咱们副家的祖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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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冠姐快醒醒 放手吧 知道你要了 看来你们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笨嘛 少废话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的陆教授也会忍不住想见我的 走吧 走 走 走 岳先生 我们终于见面了 把枪都收了 怎么能这样对待岳先生呢 陆教授真是好兴致啊 不知深夜请我到此 有什么事情要商量 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你 但你我彼此都知道对方 你抗日除奸 为民除害 令陆某人对你 钦佩不已啊 过奖了 你陆教授的手段 也十分了得了 到青岛一年 就恢复了一绝不振的军党青岛战 紧接着日本顽田油轮的爆炸 和新亚院的两个汉奸头目的死亡 都是你的大族 抗日那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民主大地 每一个中国人 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我救助粤语学生也是抗日 相信陆教授身上的问题 当然 那就请你把苏冠贤交流 我要把他带回去 可是苏冠贤跟我说 他不想去燕安 包括旭志忠 包括朱奎 旭志忠和朱奎的时候 再说 咱们现在就是苏冠贤 苏冠贤的未婚妻叶子跟我们在一起 他非常希望我们把他接回去 让他们团聚 况且 难道你不认为 究竟去哪儿 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吗 你这么说我也无可厚非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 只要是抗日去哪里都一样 只是在我把苏冠贤交给你之前 我希望你能把一样东西还给我 什么东西 日本人伪造的 我中央银行的法币雕板 我没有 你有 看来你知道了些什么 那我是不想办 我有的只是沿岸边区政府的边壁雕板 一共两块板子 我有确凿的证据 那几块法币的雕板就在你的手上 是你成功的炸毁了日本人设在青岛的 假币制造厂 同时也是你拿走了这些大 叶先生 还是承认的吧 是 我承认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的上级只命令你 拿走延安边区的板子 所以 法币雕板 我担心日本人再次得到 我就把他们扔到大海里去 没想到叶先生很会编故事 我说的是真的 日本人大量的印刷为潮 破坏我大口方的经济 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你们共产党是不是看到政府受到攻击 就幸灾乐祸 陆教授这话就不对了 你们受到日本人的经济警惱 而我们炎炎也同样受到他们假币的破坏 这怎么能是我们幸灾乐祸 好了 还是说正事吧 请你把板子交给我 我再一次郑重向你保证 我真的把他扔了 岳先生 我们是盟友 我们是在共同抗战 当然是 好 那不管是一般的或者是 不一般的 你我当中任何一个人 如果被日本人或者是汉奸抓住 那都将必死无疑 这充分说明 我们是同一条战好的战友 面对生死于共的战友 你们共产党人 就是这样所做的 陆先生 陆先生 你要是这么说那就更不对 我们共产党一直拿你们国民党 当作坚定不移的友军 反而是你们经常挑起事 晚南事变 就是罪名亲者同朝着坏的一个例子 而我们没有计较 继续和你们团结在一起 一起扛 陆先生 陆先生 你要进去不去吃饭酒 那 陆先生 陆先生 可不是 贪生怕死之辈 再说你们以多打扫 甚至不武啊 陆先生 你记住 苏冠先生现在就在我的手中 你什么时候把刁板送回来了 我什么时候把它还给你 陆先生 陆先生 你这是在拿一个年轻人 当人质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陆先生 你幸好碰到的是陆先生 这可是一位最讲仁义的人主 你好好想着 陆先生 这样的地方 星月的还敢来抢人 这不是沿岸 这是日本人的地盘 你想啥呢 哎呀 这陆先生啊 帮我买卖到这儿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啊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叫防患于未然 卖麻糖 吃了麻糖 喂小娘 腰的宝宝下南洋 卖麻糖嘞 干什么干啊 不让人睡觉了 这个在我告诉你啊 没人买你的麻糖 你赶走 大哥 我歇一会儿 马上就走 卖麻糖了 我要买麻糖 快来 小哥 吃麻糖 吃了把糖 吃了把糖好小娘啊 什么乱你麻糖 赶紧走 你不欠揍啊 快走 买麻糖 看到没有 你知道这卖麻糖是干什么的 有问题啊 陆先生真神来 那当然了 要不咱们青岛站的兄弟那么负担 嗯 来 陆先生他们还不回来 要不然再去看看 你坐下 老月 老月 你这是 你老家在南方的哪个事 四川 四川哪儿 川西的巴堂 巴堂 毛主席是湖南 周富周西枪梭 朱总思练倒是四川的 可好像不是巴堂 老月 你在念个什么呢 哦 没什么 张哲义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农民 中地的 农民 你没有假实话 是农民啊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他还养马 也算是个马蜂 陈寶 看来你的保密工程做得很好 你有小名吧 你小名叫什么 你明天干什么 有还是没有 阿六 回来了 看见了没有 快见了 走 老月 海根 回来了 快 快 坐点坐 怎么样 阿六 你自己跟老月说吧 哎 我按照喊哥大哥的吩咐去看了 院里头有两个放哨的 屋里头 还有两个 一直死守的那个杨学生 老月 你真的想救那个杨学生啊 不是想 是必须 而且又快 这可就有点难了 他们有四个人 枪一枪就全完了 青岛到处都是日本人和卫警察 差点吃饭都飞不出去啊 你说的没错 你说那是硬碰硬 而我们恰恰不能跟他们去硬碰硬 那怎么救啊 还跟你那能着急起来的工人兄弟有多少 嗯 老的小的不算 有血腥有力气的 能招来二三十个人吧 那家伙 有七只三八大盖 哎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们在柴家庄 搞翻了一艘日本人的小气体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 那个小气传了一样 几套防毒面具和几罐麻醉剂 没错 都藏在二六的奶奶家呢 好 叶子 坐吧 好 夏忠宁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 别急会通知我们的 我看你比我还急 你都往窗外喷了好几次了 你倒是很会观察 我想关闲了 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了 你见过苏关闲吗 没有 那你见过其他的同学吗 也没有 那你知道他们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吗 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是地下党的人吗 我当然是 可你看起来 一点都不行 没有 蛇 我都不知道 有什么都要 我都不肯 我都不肯定了 我都不肯定了 你好 上 你不干什么呢 先让你不在这儿放手 老走 老走 这人闹什么事了 赶紧离下这儿吧 我们现在在消毒呢 快离下吧 你那边看车 快快快快点跌一会儿 社民灯散漏了 这速消瓦脱器 别打了 来啊 我们走 哎呀 给他死一点啊 好 那这个就给他死一点 下来一块 啊 下来 下来 什么呢 什么 院子里有人出来 我说 怎么了 你们不知道啊 这附近有主意 你们赶紧离开这儿 什么 主意 这是真的 我告诉你 信不信由你 让他去看 大剑 怎么了 他们说这有什么鼠疫 鼠疫 黄继鸣啊 真是鼠疫 到处都在喷腰 一下来这么多人 太邪惑了 老黄 不了解鼠疫 染上鼠疫百分之百会死人 不就是鼠疫吗 能不能厉害 当然又怎么厉害了 鼠疫又叫黑死病 染上鼠疫 三天之内肯定会死 十四世纪的欧洲 曾经爆发过这场关系 短短的四天之内 死了两千五百万人 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说你们三位 不光你们 你们把屋子里的人也都叫死了 得赶紧离开这儿 那不行 我们老板不在家 让我们看着房子 我们谁也不能离开这儿 不离开也行 但是防疫厅有令 不离开 得就地消毒 否则万一出了人命的话 你们可不要怨政府 你们快点 给这三位消耗毒 你怎么把脸还剪上 神工神工神工 你们干嘛 神工 干嘛干嘛 给这两位消耗毒 别动别动 我怎么听你说话那么熟啊 我看着你也有些眼神 你是约震生 啊 我帮你干什么 冰队 别过了 在你前一步活一枪打你 别过 有种你就打死我 来吧 来啊 来啊 我不会杀你 不过我要告诉你 我不杀你 不是说我不敢杀你 而是因为我知道 你们青岛的军统弟兄们 在杀鬼的大汉奸方面 确实干得挺漂亮的 所以呢对于杀日本的中国人 我不能受到你 可如果有一天你们不打日本人 转大共产党 你这条小娘 shooting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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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各个科室还有行动组都大发起火 说青山公馆的日本人发来命令 无论何时何地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抓不住活的就地处决 那么你觉得 他们能抓住那些学生吗 这些人 这只要是我能活着 他们就都活着 好 三爷啊 吃住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吃什么 他们吃什么 还可以开小灶 做夜宵 那倒不必 其实啊 我从来就没担心过吃住 我担心的是你们 你们是我的朋友 就万一要让特人处知道了你们窝藏学生 这得是个什么罪过 我明白 我私藏通缉要犯 这 我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那我岳母 就先谢谢你 你来了 你来了 小心 什么呀 没事吧 没事 都好了 就想赶紧到延安给百姓们治病了 好 那就让你收拾一下跟我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的同学都在那儿吧 好 这么说就要走了 嗯 嗯 那我呢 你还仍然住在自己家 可是我要护送他们去延安呢 你应该知道 这次的行李箱 这次的行李箱的行李箱 这次的行李箱很棒 不能泄露一丝环境 你的意思是 对 或者你干脏就不想让我参与 写的教训告诉我 哪怕是丝毫的大力 都会给我们当组织 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可是我接到 上帝传蜜条的指示是 要我们两个人 一起护送他们去延安 你不是也接到了吗 难道你想违抗 上帝的命令 这正是我一直 很奇怪的地方 梁光牺牲了 你竟然还能得到 组织给你发来的 秘密指示 尽管你曾经向我 解释了他 那对于我们家 那只是你自己的猜测 岳镇生同志 而且 即便像你所说的 我仍然也告诉你 这次行动当中 我是指挥员 而你只是负责 执行命令的下级 所以什么时候 方便通知你 可以一起上路呢 那也只是 我考虑范围里的事情 我一定要让你认识我是谁 我一定要让你认识我是谁 把人接走了 黄泽民 你把先生的脸都揪尽了 先生 是我是指的 不管他们什么事 要处分 你就处分我吧 处分 处分你还活得了吗 你们说 岳镇生现在在哪里 那些先生在哪里 朱葵我告诉你啊 请你不要以为就你是英雄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我敢跟日本鬼子单打独斗 你敢吗 你在镜子里 见过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神色慌张的样子吗 缩头无归 我不是缩头 我认为在青岛最重要的是 保住生命 如果连生命都保不住了 何谈人生报复 何谈为国效力 苏管田的话里 有一半的道理我是同意的 这个 我们是一路的 为人处事上 我跟你不是一路 咱俩是一路的 诸位诸位 咱们说话呢 要以礼服人 不要讲那些没有原则的话 诸位诸位 看看谁回来了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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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喜 老月 谢谢 老月 现在我们都已经聚齐了 我们省口出发 去延安 快了 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对不起 我还没有同意 而且 旭志忠和许木鱼也没有同意的 还有我 老月 我们都说好了 我只同意 先跟你离开青岛 老月 去不起延安 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月锦生 绝不会强迫任何人 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老月这话我爱听 我也爱听 嗯 这样很公平 好 那今天咱们就专门来聊一聊 离开青岛以后 去哪儿的问题 坐 大家都坐 到现在为止 你们所有失散的同学 还活着的 全都会合在这儿了 我不说你们也清楚 外面 大批的疯狗 在搜捕 要抓住你们 至于死地 而更大的外面 却是抗日战争 即将胜利的形式 所以究竟是重庆 还是延安 我想这肯定是你们每一个人 心里天天都在盘算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妨 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拿出来说一说 延安 是中国的灯塔 会照亮年轻人的方向 马国勋说的不错 延安是我们中华的领土 没有什么不可以训的 马国勋 我问你一下 你去延安的目的是什么 打倒小日本 建设新中国 这就是了 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不是子虚乌有的乌托邦 它就在我们的脚下 而这片土地 将来绝大部分都会归还给我们的政府 政府是谁 是中华民国 没有谁会愿意建设一个纸上的国家 而放弃一个实实在在的政府 所以 奔向重庆 奔向大后方 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唯一的目标 道理是这样的 可又不是这样的 我说的不对吗 英国的广播和报纸都一致地认为 重庆政府 就是中国抗日的中心 要说抗日 共产党从一开始 就是主张抗日 而蒋老远长 最新所奉行的 是掌败 与先安内 后来 虽然抗日 那是在张少社的兵舰 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之下 方才实现的 我们大家都是学自然科学的 对政治方面的事情 了解甚少 再说 我所说的去重庆 并不是要去重庆政府担任公职 我的目标 是去云南的各旧 那里是中国最大的西况 在亚洲也名列第一 我去那里 就是学以致用 说得好 我要去重庆 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日本人要完蛋了 我们大家都高兴 顾教授上次没看过去说过 是看将来之神州 定是民国之天下 那既然这样 延安又算得有什么呢 不过是一个 地方割据政权 弹丸不毛之地 既苦且寒 你让老岳把我们带去延安 能施展出我们什么报复 不准你这么说 我想 你也是有教养的大学学子 可以让我把自己的话说完吗 好 说 谢谢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那就比如说你张手艺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桥梁设计 是啊 桥梁设计 延安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有几座巨型的桥梁 交给你们设计 即使设计出来了 那里有大型的机械 进行架设 那里可以生产出 架设桥梁 所需的钢铁水泥吗 有没有专业的施工队伍 来进行施工呢 你呢 朱葵兄 汽车制造 好 汽车制造 延安有底头率 那么宏大的汽车制造车间吗 有没有各种各样的特殊钢材 生产出汽车不同部位的零部件 有没有尖端的工厂 制造出汽车的心脏 发动机 可能没有吧 没有 再比如说我 学的是金融和大型的银行管理 如果我去了延安 那 我想这个问题 就不必讨论了吧 苏冠贤说的对 还有许木鱼 是学无机化学的 叶子是学医学专业 我们所有的这一切 到了延安 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来容纳我们 我不要专门的机构 我到延安 是实心人道主义 加拿大的白秀恩大夫 是我心中的楷模 叶子 这个想法太幼稚了 人道主义 应该实行 可是 如果没有最根本的基础 比如说 手术台 还有西药 就算你到了那里 不但帮不了他们 反而 还会把自己的性命打上 所以 所有抱着客观态度 去看问题的人 都能看明白 要想用自己所学之术 去报效国家和民族 只有一条最清醒 和最现实的道路 那就是去重庆 叙日中 我一直没看出来 原来你和苏冠贤一样 你们俩都很会说话 谢谢 不过 我可不是胡说 我说的 都是事实 没错 你和苏冠贤讲的都是事实 但你们好像忘了 另外一个事实 而这个事实 就是你们所讲的 其他那些 所有事实的一个基础 是吗 老月 你快说 一个好的政府 政府好了 没有了可以 不好有的也会失去 而且失去的不仅仅是 一两个工厂 医院研究所 是整个中国 老远 我觉得 你不能只看表面 我在美国的时候 听过蒋夫人 访美时的巡回演讲 蒋夫人说 中央政府为了抗制 做尽了种种力 就像蒋委员长所说的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结实 有时候说的是 儿竟然弄 我 认为 羊角练 宝塔山 高高练着天 练着天 星儿山 月儿月 悄悄刮草原 刮草原 风不管水浪 如永远 也无恋恨世界 如永远 我要去燕安 我要去燕安